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1月13号 我一会儿跟大家直播 其实现在已经很晚了 但只不过我抢了一个是礼拜六 反正大家也都休息 无论是在亚洲的澳洲的都还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两场直播 我从来没做过 特别那么早起来做节目 没有那么做过 但看来还可以 只不过确实有点辛苦 对不起 你说辛苦就来劲了 确实有点辛苦 但是是这个模式了 这是我个人曾经想过的模式 早晨八点 就是北美东部时间早晨八点到八点半 那在大陆台湾的时间 日本的时间就是九点九点半上午 那下半晚呢 晚上呢大概争取八点到九点 也就是说在十点之前节目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在欧美在这个东亚地区也是上午中就结束了 这样可以就是如果这么做节目是这样 直播呢是我看朋友还是大家都喜欢直播 因为确实是有交流 我一个人这么白货 其实朋友那么交流的时候 对我个人整体 对整个事件的整体看法 是非常大的帮助 很感谢朋友 我都坦白跟朋友说 我们互动的过程 朋友可能觉得听涛哥白货 其实涛哥也感谢朋友们给予那种氛围 大家在提问题 在表达看法的时候 对于我个人是整体的认知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而且朋友也是一个对涛哥是个修正 因为我个人就是随性 对很多具体的数字 说这必须是1.87 这个东西对我 我从上学从小时候就不愿意记这些死东西 张三哪天生日啊 什么这些都不记 有朋友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我个人崇尚生命是流动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流动的 对不对 过去你可以说是固定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改变不了 未来你也可以说是固定的 因为我们到不了 那唯独现在 而现在是流动的 我这期节目做了两分半了 它流动了 对不对 所以流动的东西 如果我就崇尚生命是流动的 所以你让我去记死东西 知识对于我来讲 你别介意啊朋友 知识对于我来讲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特别是书本上的知识 那就我个人来讲 欣赏生命过程 欣赏朋友之间的这种故事 就欣赏这个故事 我们书归正传 我一会儿直播会跟大家讲 中华民国 曾经的中华民国结束 就是蒋经国 蒋家的结束了 然后这个 李登辉的年代结束 就是他这种转向的故事 结束了 赖清德开启了全新的 他把它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为什么讲全新的 李登辉开启的台湾的年代 也结束了 对不对 人们都说台独是李登辉起来的 后来陈水扁 然后再走到这个 走到蔡英文是最厉害 结果到了坑井上 他现在改成中华民国台湾 也就是说从台湾的概念 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概念 就变成了他的合理性 在合理性就等于是 你说是弱化台湾 还是强化台湾 但他其实这是一个命运的使然 也就是说 无论蔡英文多么的倔强 那个女人多么的左 那还是你说赖清德 是多么的台独 那他太聪明 中华民国台湾 是早已独立的国家 他是他的总统 他是他的总 我现在离在节目中讲说 还台独的 独你个大头鬼 你怎么那么笨蛋 你怎么那么笨蛋 没什么台独 中华民国台湾 选总统 后来我才知道 1994年 李登辉直选省长 李登辉1994年 直选台湾省省长 1996年直选总统 他当了八年总统 然后再直选一届 李登辉是大手笔 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不是他的手 不是他的手 这个对手 因为他94年 直选省长是假 直选总统是真 那时候的邓小平 还明白呢 92年 92去 92南下嘛 还明白呢 没糊涂 所以那故事在这儿 就这么一步走过来的 中间什么谁政治呢 下败 对于我没有意义 OK 我们说这个马英九 我们就说这期 这期节目呢 讲述就是 国民党输败了 输掉了三点 因为 柯P 他是一个 刚起来的 对不对 他是一个杠杆性的东西 那国民党输了三点 赖清德赢了三点 那中间第一战犯 中华民国第一战犯 马英九 这是几乎人们共识的 这个我故事呢 他是说 国民党输了 结果网友到马英九的Facebook上 去刷脸 脸书上去刷脸 战犯第一名 第一战犯 民国地 就是国民党第一战犯 所以这就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故事 就是明确讲 是他干成的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 习近平没放炮 一直放气球 飞机也没来 结果呢 谁都没想到 这马英九崩 相信习近平 文公武略 武略没了 变成文公了 文公了 说了一句话 我字给干掉了 比那打飞机 打放大炮 还厉害 我塞 所以这是公认的 在公认的背景之下呢 叫绿营党政人士说 马英九是压死 骆骆最后一根打草 分析了他三个因素 那分析 我们就 大家简单这么讲 三个因素 一个是对中政策 让人忧心 所以这是说 然后这个 向深蓝靠近 他这对中政策忧心 就是他替共产党卖命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不用 讲得很清楚 然后说向深蓝靠近 就是他找赵少康 蓝白河 其实是 是个 真的是一个策略 所以 王沪宁也好 谁也好 他们所有的 从政策策略上 都不是问题 他就是天意 天悔的 神悔的 对吧 在蓝白河 最后一天 夜里 前夜 十点多 科僻找了自己的助手 然后 第二天 该报名的 在截止报名前 几个小时 国民党开会 找到赵少康 赵少康 是国民党的 鹰派 就是 完全就是 共产党员 就这么讲 完全是共产党员 中国 中国共产党员 所以 这就叫 深蓝 蓝里面 只要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就叫深蓝 那赵少康 我们看过 从他上来 到今天结束 那就是一个 魂 那是一个魂人 那是个魂人 对吧 那是一个胡来的人 四六部论 不对任何人负责任的人 结果没有想到 他是属虎的 对不对 然后就说了一句 结果一开板 唯一就那么一场 副总统的这个辩论会 念着稿 就把这个赖清德 就给怼出来 所以他就营造了一个氛围 国家的政策 就是 百分之六十七 到百分之七十几的台湾人 不接受共产党 不接受习近平 所以这就是 那当国民党替 这个什么九二共识乱 这就是人们最关心 不接受他 所以这是他第一大 导向中共 是他第一大败招 第二个是攻击 他去攻击了 完全攻击了 攻击抹黑乱来 其他的 就是蔡英文的外交政策 跟国防 所有人都承认 这其实是中华民国台湾 历史性的高点 就这后四年 其实是后两年 在前两年 习近平花钱 把那些小的邦交国 当女人似的 当女人当鸭子 给买走了 买走了 我们当时节目中跟他说 让他全买走 谁不买 谁孙子 让他买 你就张手全给他卖了 你只要一个美国 那这是涛哥 2000年或者01年 就是开始丢掉 小邦交国的时候 陶哥在节目中讲的 那现在的结果 就这么回事 他只把美国搞定 把美国搞定的一个原油 就跟美国本身的天象有关 然后物质上 是跟台积电也关 就是高科技芯片 这样就促成了 美国离不开台湾 欧美离不开台湾 而他的意识形态呢 而这就很 所以你很难言对错 蔡英文的极左的意识形态 吻合了这个年代 就是这个 从2000年到 到2023年结束 这个年代的 欧美社会的极左的风潮 你说他要是传统的吧 就说这事不好办 我跟你说 真的不好办 你看看传统的 川普在美国被打了 所以朋友们 要把眼界放宽 所以他只不过 吻合了一个时代潮流 也就说 甭管今天蔡英文想干嘛 赖清德想干嘛 必须吻合天意 吻合天下 这是真的 所以那国民党去打 这个蔡英文这点 他就完全输了 你打这一点 今天的蔡英文 今天的赖清德 今天的肖美琴 是中华民国 在过去两年到三年 在整个国际地位 提升的最关键的三个人 那所有 人家认为什么 不说你国民党错 说你国民党胡来 你国民党混蛋 因为你不能 你看他磕屁再怎么说 磕屁不会这么干 磕屁可以撒谎 可以这个磕 但他不会这么干 你不是睁着俩眼说瞎话 那就是不择手段 而且不择手段 你这么胡来的话 你能够把你亲近你的人 当傻子骗了 因为你本身是骗了 对不对 所以投了国民党票的人 就是被骗了 那这就是他的第二点 他说第三点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一下就给压怕 马英九压怕了 侯友宜的说 侯友宜的做法不好 在这种很 看见上 侯友宜把他 马英九给腰斩了 就全完了 咱坦白说就全完了 所以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石板明夫 有朋友说石板明夫 是出生在天津吧 大概是 那有可能 我刚才跟大家说 那他是一个 很明白很明白的人 所以他就讲 他在大选之前就讲 三个竞选者 只有一个正常人 所以看来呢 小美琴上台 这个这个 这个 赖青泽上来 他就讲说 还行 正常人上来 所以他就在 也在Facebook上 讲了一段故事 他就说 祝贺赖青德当选总统 这是他明确讲 然后讲了三点因素 第一个 就是赖青德的整体的陈述 是符合潮流 他陈述的一切 他的就是表达的一切 非常符合潮流 第二个是很温和 很温和 开拓支持 他就走了一个 而且以及那第三个 没有不择手段 所以 未胜利不择手段 这句话 是对着国民党说的 也就是说 人们在看赖青德的时候 是他说什么 一看到底 但是在看国民党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骗的 特别是赵少康 骗的 那是 那个 在欺负台湾人 所以他就讲说这三点 然后他首先提到说 在欧洲的朋友说 害怕台湾变天 得守住 然后那表明 和自由民主阵线 站在一起的决心 赖青德为什么能赢 首先符合潮流 文明对垒野蛮 民主对垒独裁 自由对垒镇压 对吧 战争和平对垒战争 赢了 民主自由文明和平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就是他这三点 其实他是从 跟赖青德讲的 胜选的三点 重要因素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很简单了 相信民主 拒绝习近平 不相信习近平 很清晰 所以这是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他非常清楚 就是 你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 你要老百姓委托给你了 你得清楚 就做一个清楚人 磕屁是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磕屁就 一会儿就哭了 一会儿就哭了 不清楚 清楚的人 是黄珊珊 但是呢 太太太太太厉害了 这黄珊珊 太厉害了 所以让正常 一般正常的 因为台湾 整整体的民众的年龄结构太大 平均年龄四十岁 所以这么看的话 把一个六十四岁老头子 听一个四十多岁的 被四十多岁的一个女士就这么摆布 那朋友喝酒无所谓 那是他们家的事 他说我投你一票 所以投他票年龄结构都是年轻的 这个我觉得蛮正常的 但是呢 就是他成不了事 但又成为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就讲这意思了 他第二个温和态度 他就讲胜在在路上 完全是温和的 左派是不温和的 但是呢 当他表现出温和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就是很人性 非常人性 而在在路上这个片子 也是非常真实 我一再跟大家解释 蔡英文明确讲 讲得很清楚 咱俩不太一样 那我开车照顾不过来 你帮我看路 这句话说就是 蔡英文也愿意低头 不是我是对的 那你也 你是厉害的 那赖清德呢 没有退让 也没有解 也没有去解释否认 说咱俩差不多 没有 所以他整个都是很真实 很平和阐述立场 主张 人们看到这样的话 他把中间选民 比如说浅绿的 浅蓝的 浅白的 白色还带浅的 他就 他就 一下就给 就给大家能接受 终归选 你看台湾人多成熟 选择总统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 明白的 抗击中共 所以这就 线路就清楚 而他明白呢 明白一个理性上 人们不接受 粗鲁 特别是他的领袖 不接受粗鲁 台湾人 太温和 我跟你说 很质朴 对不对 他不喜欢 你看那个 韩国瑜那样 韩国瑜 跟赵少康放在一起 得天天打架 对不对 那肯定的 那他可以 怎么说 开party可以 但是过日子 不灵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 然后警戒 他说 光明大度 不和地方势力合作 不走黑道红愁 那借客上市 有金钱的 有桃色丑闻的 即刻切割 所以在经历 me too故事的时候 来听得非常干净 咔咔咔 就给切了 所以这是 这是他成功的 就整个 为什么可以成功 各有三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